大家好,我们之前讲过填充的样式FillStyle可以填写一个具体的颜色,可以创建一个渐变的样式 那么当然大家可以想到,我们也可以使用图片来创建一个样式填充进FillStyle 那么这一节呢,就讲解相关的一个函数Create Pattern 有了前面的基础,大家会发现Create Pattern使用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同样是Create和Create Linear Gradient或者Create Radio Gradient一样 Create Pattern也创建了一个填充样式的对象,我们之后将这个对象传进FillStyle就好 我们主要关注一下Create Pattern所需要的两个参数 其中第一个参数是JavaScript中的一个image类的对象填写一个图片 而第二个参数呢,Repeat Style来描述这样一张背景图片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重复 Repeat Style可以传入四种情况 分别是No Repeat不重复 Repeat X沿着X轴也就是横向进行重复 Repeat Y沿着Y轴也就是纵向重复 或者Repeat在XY两个方向全部重复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对于使用图片进行背景的填充 通常是为了表现一种纹理或者一种背景 那么下面我这个例子将使用这样一张图片 砖墙的样式来进行演示 下面大家来看一下这段代码 是我编写的一段演示Create Pattern用法的代码 那么首先我声明了一个JavaScript中 Image类的对象 我把这个对象的名字启名RayBackgroundImage 声明之后我指定它的路径是这样一张图片 那么这张图片呢我已经放在了这个项目的文件夹中 大家呢也可以相应的在这个路径引用自己希望用到的图片 之后对于这个Image对象的unload的函数 我进行了编写 也就是说在这个Image被JavaScriptunload之后 运行下面的代码 这个代码非常简单 只有三行 其中第一行便使用了之前提到的contact.createpattern这样一个方法 其中第一个对象填写的是BackgroundImage 也就是我们声明的这一个图片 而第二个对象呢是一个字符串来表示它的重复样式 我们第一次实验呢先使用noRepeat来看一看 那么之后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将context的fillstyle这个状态属性填写上Python 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样式 之后使用fillrect绘制了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充满了整个converse画布 左上角是00 长宽分别是800800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整个画面虽然是800800 但是只有在左上角填充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图片 我们这个图片的尺寸呢是200200的 由于使用的是noRepeat的方式 所以只绘制了一次 下面我们将这个参数改写成repeatX 然后来看一下具体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这个砖墙的纹理横向的填满了整个画布 那么当然大家一定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使用repeatY这个参数 效果就一定是这个样子 砖墙填满纵向的整个画布 最后我们实验一下填写repeat参数 也就是在xy两个方向全部重复 那么这样大家可以看到 以整个画布的这种砖墙的背景就显示出来了 是不是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而且效果非常好 当然大家在寻找相应的背景资源的时候 其实是要下一定的功夫的 这个资源要能保证在重复的过程中 不会出现不自然的缝隙 而应该非常自然的衔接起来 在这里再简单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么这张图片呢是一个绿色调为主的花卉的背景图案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代码里将 byground image的source改写成了这个新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片产生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所有的花卉连在一起 事实上create pattern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函数 那么它的第一个参数除了可以填写一个图片 image 作为填充的方式以外 也可以填写另外一个converse画布进行样式的填充 下面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叫做create background canvas 那么使用这个函数创建了另外一个converse 作为create pattern中第一个参数的一个填充对象 也就是说这次我们的create pattern使用了另外一个converse 做样式的填充 那么下面我们就具体的看一下create background canvas 这个函数里面做了什么 在这个create background canvas的函数中 事实上我动态的创建了一个converse的画布 使用的是document.create element的方法 创建了这个画布 我把它命名为back canvas 那么之后和之前介绍的一样 我设置了back canvas的vis和hat都为100 同时取到了back canvas的这个上下文绘图环境 也就是context 为了区别起见 我把它命名为back canvas context 之后我调用了前面的课程 我们学习到的draw star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写法跟前面一样 我没有进行修改 在这里呢也就不再赘述了 只不过这个draw star 我绘画在了back canvas context 这个画布上 最后我把创建好的这个back canvas return回去了 这样create background canvas 就创建了一个100100的画布 并且在这个画布上绘制了一个五角星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使用create back canvas 创建了一个back canvas 并且用这样的一个converse作为填充样式的效果 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converse中绘制的五角星repeat的形式 填充在了整个画布上 换句话说create pattern提供给我们一种方式 可以让我们自己绘制自己想要的背景图案 或者是文理图案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最后我要说的是create pattern还可以使用一段视频 一个video作为背景 那么关于video的话题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了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会继续提及 那么大家现在呢 先有一个了解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自己查阅一些资料 自己实验一下 使用video作为背景填充的效果 总之create pattern是一个很强大的函数 大家可以采用自己喜欢的方法 任意的实验 大家加油